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六位男星的手比脸还勾人。 第四位让一十万粉丝心跳加速。 听说过手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句话吗? 一双漂亮的手总能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近年来,手控们可真是赚到了,因为娱乐圈里那些男神们, 不光脸蛋长得好看,连手都是高颜值。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一起来欣赏欣赏, 看看哪位男星最让你爱不释手。 孔刘的成熟魅力。 提起孔刘,脑海里立马浮现出成熟、稳重这些词, 但别忘了,这些赞美也同样适用于她的双手。 那双手指骨节分明,手背上还有点小抱筋, 就连拿着唇膏这种化妆品都掩盖不住散发出来的男人味。 真是让人忍不住感叹,这位大叔的魅力随着年龄增长简直是有增无减。 看来积累这个词用在孔刘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不仅是阅历在增加,连帅气质都在疯狂上涨。 难怪她被称为父系男友的标杆, 这样的手,光是想象被她牵着走,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王一博的阳光清新。 说完大叔,咱们来看看小鲜肉。 王一博的手,简直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标准漫画手。 那干净的指甲配上纤长的手指, 用肤白貌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看着那双手,真让人忍不住想牵上一牵, 感受一下这冰青玉洁的触感。 作为一个注重细节的阳光男孩, 王一博平时就喜欢穿着休闲装, 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 有意思的是,虽然他是个舞者兼职夜赛车手, 按理说应该经常满手是汗, 指甲缝里难免会有点小脏东西。 可是,这位小哥的手指甲却总是干干净净的,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自律。 这么一个既阳光又爱干净的大男孩, 谁能抵挡得住他的魅力呢? 许光瀚的青春活力。 说到高颜值的手, 手控们肯定会想到许光瀚吧? 这位三十多岁的小哥哥, 不仅颜值出众,演技更是一流。 最厉害的是, 他那双手给人一种懵懂却又带着心动的感觉, 仿佛能把时光倒流, 让人回到青春懵懂的年代。 想起他在《想见你》里那个青涩又深情的少年形象, 再看看他的手, 简直就是为校园剧而生的。 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光是看着就能让人心跳加速, 仿佛回到了初恋的感觉。 许光瀚的手, 就像是时光机, 带我们重返那段美好的青春岁月。 肖战的温柔气质。 还记得2022年那部《余生》, 请多指教吗? 肖战拿着手术刀的特写画面, 估计已经深深烙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了。 肖战的手相对来说不算大, 但这反而让他的手如同他的脸蛋一样秀起, 散发出一种天使般的温柔。 虽然在剧中他是个医生, 拿手术刀的样子看起来很专业, 但那双手却丝毫不显得粗糙。 反而因为尺寸适中, 更显得与他整个人的气质十分和谐。 看着那双手, 仿佛能感受到他轻轻为病人诊疗时的温柔触碰。 这样一双温柔的手, 难怪能俘获那么多粉丝的心。 白静廷的艺术气息 说起手指修长, 指节分明的代表, 白静廷绝对榜上有名。 他那双手简直就是手控们的终极梦想, 修长的手指, 清晰的指节, 再加上那白皙的肤色, 简直就是完美中的完美。 不少粉丝表示, 喜欢白静廷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 更是被他的手深深吸引。 而让人更加惊喜的是, 这双漂亮的手居然还会弹钢琴。 当那双白膝修长的手在黑白琴键上跳动时, 那画面该有多么赏心悦目。 这种艺术与美帝结合, 简直让手控们无法抵挡。 白静廷的手, 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艺术的化身。 苏智谢的阳刚之气。 说到极品, 手控界公认的就是苏智谢的手了。 虽然他的手并不是那种纤细形的, 肤色也呈现健康的小麦色, 但却深受手控们的喜爱。 为什么? 因为那双手简直就是力量与美帝完美结合。 修长的手指, 明显的骨节, 后视的手掌, 看起来充满了力量感。 这样的手, 看着就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被这样一双手牵着, 那种踏实感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难怪苏智谢的手能在手控界, 享有极品的美誉, 这可不是靠颜值就能获得的称号。 看完这些男星的魔手魅力, 是不是感觉自己的少女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从成熟稳重的孔刘, 到阳光清新的王一博, 再到温柔气质的肖战, 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这么多类型的手, 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是想牵着孔刘的手感受成熟男人的魅力? 还是想被苏智谢的手环抱感受满满的安全感?